整个东半部地区有非常非常多的灾情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这整个影响的时间 会必须影响到明天的上半天 直到明天下半天之后 整个风雨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 但是目前透过了这张雷达的风场图 你可以发现 在整个台风它登陆之后 其实整个台风也开始慢慢变得比较不明显 这是因为它目前整个中心的结构 已经受到了地形破坏 但是目前还是一个强烈台风 可是它持续减弱的同时 现在气象署也说了 预估就在稍后的5点40分 它就会减弱为一个中度台风等级 但是就算它是一个中度台风等级 大家还是要小心 这外围环流 整个雨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 所以现在要提醒的地方 还有包含整个东半部地区 尤其现在有些花东地方 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警戒 其实现在包含了宜兰一带 还有包含了花莲兽林 宜兰南澳 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这个雨每个小时60到80毫米 持续在累积当中 目前看起来其实台风 它从今天下午的1点40分 从台东一带登陆之后 预估就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 这段时间 将会从彰化云林嘉义 这中间这一带就会来出海 可是虽然说它准备要出海 但是目前看起来 它的整个狂风暴雨影响的时间 还是非常的剧烈 所以我们透过了影响时序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未来它的路径到底会是怎么走呢 今天中午的1点40分 登陆之后 它其实现在整个中心 大概就在我们中部 南部的山区这边 持续要来往整个中部一带来出海 所以预估在今天7点到8点的时候 中心就会出海 可是随着它出海的同时 预估未来因为受到 整个干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减弱的速度会是蛮快的 有机会在明天的上半天 台湾的本岛就会脱离它的暴风圈 但是如果是以离岛地区来讲的话 预估要到明天的下半天之后 整个雨势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还有哪些地方再下雨 必须要警戒的地方有哪些呢 现在来看依照今天目前的 整体雨量累积来讲 非常明显下到紫色 甚至紫到发白的地方 都在整个宜兰跟花莲地区 所以现在包含了宜兰 花莲跟台东的山区 现在都是属于超大豪雨警戒 还有包含了北北基 宜兰的平地 现在也是属于大豪雨的警戒 因此提醒大家 这个雨还会持续在下 尤其台风中心过山之后 整个风向就会开始改变 所以从今天入夜之后 受到整个新南风带进来的影响 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 平地也会感觉到 这个风跟雨的部分 将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这个雨到底会怎么下呢 这个康瑞台风 目前还是一个强烈台风等级 尤其七级风暴风半径 还是维持得非常广 来到了320公里 十级风暴风半径 现在也有150公里 所以它的近中心 整个风雨还是非常的剧烈 从白天一路会下到了 今天的晚上台风中心过山之后 整个风跟雨 就会很明显的剧烈地 加在整个南部地区的山区 平地的部分也会有感 真正整个风雨逐渐减缓 必须要到了明天白天 台风逐渐远离 而且整个强度 持续地减弱之后 整个风跟雨的部分 才会慢慢地减缓下来 但是光是这过去的三天里面 其实宜兰花莲这些地方 累积雨量都突破了700 甚至来到了1000左右 所以不只是雨要提醒大家注意 风跟浪的部分也要提醒您小心 尤其今天晚上的波浪预报来看 其实沿海地区还是有来到 7到9米的高的长浪 尤其以浪高来讲 在台东今天观测到最高 已经来到了11米高的长浪 至于风的部分 沿海还是有机会来到 11到14级的强震风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现在这个时间点到明天清晨 依旧是狂风暴雨的时间 时间交还给叶涵